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苹果粉丝网络社区日前发表的内容,iPad Pro 2024 CAD图纸被曝光。 根据曝出的图纸讯息,iPad Pro 2024最大变化使机身更薄。 据悉,iPad Pro 2024 11寸版本,机身厚度为5.1毫米,比上代减薄0.8毫米。 13寸版本,机身厚度只有5.0毫米,比上代减薄1.4毫米。 iPad Pro 2024之所以能大幅瘦身,跟它首次采用的OLED面板有直接关系。 据悉,苹果第一次在iPad Pro 2024上应用了OLED面板。 跟之前所采用的mini LED面板不同,OLED不需要背光模块,拥有自发光特性,能做到更薄、更省电。 且,OLED在显示纯黑背景时,效果更为纯粹,不会出现mini LED上的光运效应。 在核心配置上,iPad Pro 2024搭载苹果M3晶片,号称苹果史上最强悍的iPad,同时也是业界第一款采用300米晶片的iPad。 这款设备最快年内正式发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知名苹果记者古尔曼·Mark Gurman日前爆料, 苹果公司已经在着手开发搭载M4晶片的全新MacBook Pro。 根据Canalys曝光的路线图,M4系列晶片又往2025年第一季度推出。 Canalys绘制的AI处理器路线图显示,苹果公司将于2025年第一季度推出M4系列晶片, 并认为该系列晶片主打AI功能。 据了解,苹果M1晶片发表于2020年11月,M2发表于2022年6月,M3发表于2023年10月, 每代Apple Silicon发表间隔时间大约为一年半,玩家们很可能会看到苹果在M4上出现同样的间隔。 因此,即使没有该预设路线图,预计苹果明年初推出新晶片仍然是合理的。 此前,有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已正式展开M4晶片研发计划,将随下一代MacBook Pro一同上市。 也有部分人士认为,苹果近年累积晶片研发经验后,有望缩短研发时间,可能提前在今年底发表M4晶片。 目前的MacBook Pro是在2023年10月推出的。 这是第一款采用M3晶片的苹果设备,该晶片采用于iPhone 15 Pro中的A17 Pro晶片相同的3nm技术。 除了M3,苹果还为MacBook Pro的高阶版本推出了功能更强大的M3 Pro和M3 Max。 除了MacBook Pro外,苹果的MacBook Air和iMac也升级了M3晶片。 然而,Mac Mini,Mac Studio和Mac Pro还没有升级到M3。 苹果可能至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推出首款基于M4的电脑。 业界普遍预期,台积电2nm制程将在明年下半年开始量产。 因此,M4晶片可能仍将采用3nm制程。 但相较于M3晶片采用的3nm制程,M4晶片的3nm制程可能是升级版, 在运算能力与节能效率上都有所改良。 有传言称,M4晶片将基于A18,这是苹果纪念iPhone的下一款晶片。 预计这两款产品都将采用更多的神经引擎内核来处理与人工智慧相关的任务。 这应该会在iOS18和macOS15上实现。 相比之下,A17Pro晶片的神经引擎每秒可以处理高达35兆次的操作。 回顾之前过去的整个2023年,台积电一直在扩大其尖端3nm工艺的生产, 而它只有一个大客户,那就是苹果。 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台积电将获得更多的3nm晶圆订单之外, 苹果也并没有减少它的需求。 相反,据报道,该公司将2024年的3nm订单增加了五成之多, 使其再次成为台积电今年最大的客户。 台积电最早是在2022年的最后几天首次宣布其3nm节点的生产, 然后在2023年平稳上升,同时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 时间来到了2024年,该公司预计将全力推进其3nm节点, 并已开发出第二代版本,称为N3E。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苹果公司将在2024年, 尽可能多地购买3nm晶圆, 因为它希望通过今年的iPhone和Mac SoC来推进其AI发展。 尽管它已经购买了台积电所有的3nm产能, 但预计其3nm晶片订单将比去年增加50%。 预计苹果将在其即将推出的下一代iPhone的A18 Pro SoC 以及M4 SoC中使用台积电的3nm工艺。 另据其他外国媒体WCF Tech称, 2024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 它将在今年为其整个iPhone 16产品线提供3nm晶片, 因为下一代iPhone 16将采用3nm A18 Pro, 而普通手机将采用2023年的3nm A17 Pro, 因此,单凭这一订单就能填满台积电的钱包。 苹果现在的iPhone 15 Pro手机使用的是初代3nm晶片, 而普通版iPhone 15使用的是2022年的4nm晶片。 预计苹果今年还将在iPad和MacBook Air上添加基础版M3晶片。 此外,由于苹果似乎已经开始生产M4 SoC, 它将使用台积电的第二代M3e工艺。 正如该公司之前的M1和M2 SoC, 它们基本上建立在同一个节点上, 但由于台积电的节点节奏从一代转移到下一代。 人们可能最早要到2025年才能看到采用2奈米制成的M系列SoC。 所以,据较于现在的话, 预计苹果最终将在2024年, 凭借即将推出的软体和硬体投入到生成式AI热潮中。 这应该会使Siri在即将到来的iOS 18中成为某种AI。 与此同时, 据报道, 下一代M4将大大提高神经引擎的能力, 以运行苹果正在为其未来硬体准备的机器学习和AI应用程式。 除了最大的客户苹果之外, 另外随着辉达和AMD准备, 在年底推出下一代GPU, 台积电预计今年将收到大量300米晶片订单。 据报道, 英特尔预计未来两年将在台积电的300米晶圆上花费高达140亿美元, 以确保其即将推出的产品使用GPU和CPU晶片。 据报道, 高通和联发科也在排队等待3nm晶片, 所以对台积电来说, 这将是非常忙碌的一年。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